一架价值51亿台币的意大利空军F2000A台风战机24日在特拉西纳市海岸边进行飞行表演 结果竟在进行翻滚后,直接当着上千观众的面坠入海中,战机飞行员也因此死亡 据美国航空新闻网站The Aviationist报道,这场令人触目惊心的意外在意大利中部城市特拉西纳市海边发生 当时战机完成一次翻滚后未能爬升至该有的高度而直接撞入地中海 激起大片水花,并现场也因此有浓烟飘出 战机坠海的地点仅距岸边不到一公里,让当时在岸边观看飞行表演的观众触目惊心 意大利空军表示,一架战机在罗马以南地区进行飞行表演时失事坠海 飞行员斯奥兰迪上尉卡布里洛欧兰迪因此死亡 他的遗体很快被巡回 空军也已经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当天飞行表演的其他项目也因此取消 中时电子报